大家好,我是彭大伟 从今天起,由我在德国为您解读天下大事 这两天,国际上最大的事情就是阿富汗了 以我所在的德国为例 德国在阿富汗驻军人数仅次于美军 在撤离以前,驻阿德军规模约为一千人 而过去二十年,德国在阿富汗驻军累计达十五万人次 其中不少德军士兵曾驻扎多次 据路透社报道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德军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海外任务 共有五十九名德国军人在阿富汗死亡 其中三十五人次于战斗或袭击 追随美国开展的这场长达二十年的战争 其结局究竟如何 德国反复复汇报发行人科勒变形容 这是德国遭遇的越南时刻 也是整个西方一场惨重的败仗 德国联邦医院外委会主席罗特根耶太 这是西方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败 美国在没有与盟军协商的情况下仓促作出撤军决 这显著损害了西方在世界上的信誉度 我们知道本届美国政府的口号是 美国回来了 但在喀普尔机场 空名的军机混乱的人群都在提醒他们 美国又走了 而对于美国的欧洲盟友而言 眼下急需迫切思考 恐怕是如何应对罗特根和赫勒都提到的大规模难民潮 此前便已经给人们打过预防针 强调在阿富汗把人都接到德国 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德国总理沃克尔 十六人已经表示 德国不能在难民问题上重蹈复制 德国将尽快对阿富汗的邻国予以忍住 让阿富汗人在周边国家就能获得就地安置 事实上 正如科勒所指出的 面对即将汹涌而至的难民潮 一个自2015年以来 持续造成德国民意割裂的问题 再度摆在人们面前 是建墙还是开门 他给出的答案是 真正的初步在于减少造成的难民根源 而德国商报前发行人施泰因·加特 则说得更加直接了当 他说 从越战以来 西方军事干预的逻辑 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 这表明民主 女性权益 新闻自由 无视苹果手机或奔驰教授 无法被输出 他认为 对于西方而言 如果要靠冲锋枪来 维持我们的价值观 这本身就背叛了我们的价值观